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呢就是马来西亚的英美烟草的股价表现 那么这两个公司昨天呢分别呢被MSCI指数纳入成为指数成分股 另外一个呢就被踢走了除名了 那这个MSCI指数到底有什么威力可以令到被选进去的股票大涨 被赶出来的股票大跌呢 那我们今天呢就录这个视频呢为大家快速的讲解一下 到底什么是MSCI指数以及它对我们投资者对股市有什么影响呢 那我们先讲第二个问题啊 如果你问我老师这个指数对我们的股市投资者来讲有什么影响 我可以说是它没有直接的影响 OK 但是呢它有间接的影响 尤其是对我们这种小投资者来讲 老师你讲到很玄我可不可以不要卖宽子 来我们马上谈一谈啊 OK 很简单 第一个我们介绍一下啊 MSCI指数的全名呢是这个Morgan Stanley国际投资指数 那这个指数呢顾名思义呢就是Morgan Stanley投资银行呢 他们做出来的 那这个指数呢也有另外一个花名啊 叫做摩子啊对不对 so因为有大摩小摩嘛 有JP Morgan然后有Morgan Stanley两个 那Morgan Stanley投资银行做的这个MSCI指数 其实它不是一个指数来的 它是一系列的指数来的 它是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行业 他们都可以做这个指数出来 那做这个指数出来 我刚刚讲到的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为什么因为MSCI系列的指数呢 是给国际资本看的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大型的退休基金 说你是全世界各地去投资的 那你需要知道哪些地区的经济特别好 他们的股市或者某个行业特别的景气 对吗那你就投资他们 因为这种大型的机构投资者通常他们是用从上往下的选股方法的嘛 对不对 在我之前发布过的一个关于宏观经济跟股市的关系的教学视频里面呢 也提到过经济状况是如何影响股市的各股表现的 同学们有兴趣可以找回这个视频去参考 所以他们除了可以自己去研究每个国家的经济成长 每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 每个国家的股市的他们的指数啊 好像上证指数啊恒生指数啊 那可不可以有一个更加统一的一个指标 然后直接让他们参考就告诉你了 现在这个地区的这个股市还有经济啊 或者某些行业呢 特别的繁荣 那你们国际资本呢就可以进去那边投资 那摩根斯坦尼就做了这个指数出来 一系列的指数就是给这些国际的投资者 国际的游资去参考的 如果投资者说啊 我需要看这个呃 现在特别景气的地区或者特别景气的行业 那摩根斯坦尼指数走得特别好 表现的特别好的 那些呃相关联的投资品种呢 他就会权重向上升就出现在你的面前了 啊所以你就看到啊 我就买这个吧 那如果我们讲简单一点的话呢 就好像你要上淘宝买东西 对不对 你打开淘宝的APP 是什么产品 什么货物展示在你面前呢 他会有权重影响的吗 那摩根斯坦尼指数呢 他就会将呃这个表现的特别好的 那些相关联的投资品种呢 就出现在你的面前了 啊所以你就看到啊 我就买这个吧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啊所以我说这个摩子呢是做给那些国际大卡看的不是做给我们小投资者看的 但是小投资者的确也会看到他对我们股市有影响哦 你看我们昨天举的例子啊 这个Cosper的啤酒啊为什么他的股价被拉进去之后涨得特别的厉害就好像我们刚刚举的淘宝的那个首页的例子了当你的产品啊被推上来了人人都看到了那自然买入的人也会特别的多了对不对所以买家多了你的股价涨的凶会特别的容易理解当如果你被这个指数除名之后呢那你的股价啊没有人要甚至人家抛售你的股票 那就会造成特别厉害的卖压出现那的确对投资者来讲他是有参考价值的嗯在之前中国大陆的A股市场呢就很想呢挤升这个摩根斯坦尼的指数的那先后三次冲击呢都没有被入选后来呢2018年的6月呢摩根斯坦尼指数呢才正式收纳了中国A股也出现了摩根斯坦尼的 中国指数的OK所以目前呢我们看到啊数据显示呢是有71个中国的上市公司在这个摩根斯坦尼的中国指数里面那么在我们马来西亚这一边呢马来西亚我们也有两个摩根斯坦尼的指数第一个就是摩根斯坦尼的马来西亚指数里面有多少个成分股呢有40个OK还有另外一个是摩根斯坦尼的small cap的index啊这个也就是说小型股票的指数了哈那里面呢有41 那里面呢有61个马来西亚的上市公司横跨不同的行业OK那一讲到这个成分股被选进来被踢出去这个东西呢陈建老师我呢就有很重要的东西呢想重新提一提醒同学们呢各位股市的投资者在我们的股市经营里面啊我们是不断的将我们赚到的存起来的钱投资到更加好的公司 公司的股票上面我们是来借助这些上市公司的生产力的所以我之前提出过这个太弱留强的概念就是你要将你手上的资金换更好的公司的股票那些烂公司的股票就不要了它亏损的话你就要将它换去更好表现生意越来越蒸蒸日上的那些公司的股票身上其实所有国家的指数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在里面的包括我们马来西亚的综合 指数香港恒生指数中国大陆的互生300指数以及我们现在在讨论着的MSCI摩根斯丹尼的指数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摩根斯丹尼的指数其实到最后在这边就是提醒同学们人家全世界的投资者都是参考什么公司生意越来越好啊你就会在某个指数里面权重越来的越大或者被纳进来OK什么公司的生意越来越糟糕 好像我们刚刚啊看到那个图表里面的英美烟草马来西亚它的生意啊每况越下的话那它就会被指数赶走了毫不留情的赶走跟很多投资者啊自己的股票掉下来了他不舍得卡罗斯他是倒反的哦你看到吗很多的指数的设计的机制都是太弱流强那我希望同学们在你们做自己的股票投资组合的时候 谨记这种太弱流强的感觉OK然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些上市公司一旦被某某指数落进来就会引起很多其他的机构型的投资者的跟进买入造成股价上升了那当然我不鼓励大家用这种方法呢去进行短期的投机行为 我希望大家透过这样子的学习对指数形成呃指数计算的机制的基本了解呢可以将它借鉴到你自己的投资组合的运作里面我相信你自然你们自己做股票的组合也会像指数降值长期向上升的 希望我们这个分享呢会对大家做价值投资有启发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赞分享以及让更多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在这边学习价值投资好下次再谈拜拜